9.3高分剧,这是上半年最命中注定的青梅竹马 9.3高分剧,这是上半年最命中注定的青梅竹马,我一直抵抗不了青梅竹马的设定 9.4.是成长过程中之根之底的默契,是肆无忌惮撒娇哭泣打闹却永远不会被嫌弃的宠妮,是天将无论怎么努力总有些时候插不进去的青梅 9.4.所以我喜欢竟回答1997里,诗原和云再无所顾忌的打打闹闹 9.喜欢竟回答1994里,垃圾大哥和那竟之间没大没小的亲密 9.哪怕看竟回答1988前嫖宝剑就是墙头,到最后依旧坚定不移地站着狗患 9.没想到,今年竟然有部剧讲出了最细腻最暖甜的青梅竹马,一半,蓝色 9.能成为青梅竹马,到底是带着孽缘的 9.但能修成灵爱和绿这样缘分的,怕是已经纠缠了几生几世 9.同一家医院,同一天,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出生 9.在还没有名字前,两个人就相遇了 9.难产生下来的灵爱,皱着一张黄黄的脸 9.就算被夸可爱,也是像猴子一样 9.很快就顺产出生的绿,白白净净,明明是男生,却比灵爱还圆滑可爱 9.都说三岁看老,明明就是出生看老 9.一眨眼,像猴子一样的灵爱,长成了疯一样的小女孩,每天不是在奔跑的路上 9.就是在准备奔跑 9.爱笑,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无时无刻都闲不下来 9.绿泽长成了沉默寡言,早熟聪慧的小少年 9.哪怕全班打成一团,也能面不改色地继续看制作涌动机的书籍 9.然而,不爱笑的吕,总是对灵爱无计可施,她站在她家窗外,要她弹奏钢琴 9.她就掀开琴盖,弹她最喜欢的故乡,她让她制作一个可以横跨长河的纸杯传话筒 9.她嘴上嫌弃,我研究勇动机可忙了,为什么要哄你这个小孩子呢? 9.撕下去早早就帮她做好了 9.宽宽的河流那头,是她大喊着吕,这头,是她难得展现的笑颜 9.一向乖巧懂事的吕绘装并骗灵爱 9.看着她紧张又担心地背着自己狂奔,露出些小孩子才有的调皮 9.尽管好像总是灵爱在照顾里 9.但在灵爱心里,玉一直都是她心目中吹三声口哨就会出现的英雄 9.所以骄傲的小少年,只有哮喘并发作,才会凶灵爱 9.她赶她走,她就坐在她家楼下的院子里,一直一直等到知道她平安无事 9.可是这样的灵爱,却突然有一天左耳失聪了 9.小小的旅,忽然灵爱,原来自己就是为了守护灵爱才出生的 9.体育课上,旅会为了灵爱故意捣乱拖延时间 9.从来不哭的灵爱,因为左耳失聪,只在她面前放声大哭 9.她不懂怎么安慰她,却会陪在她身边,不离不弃 9.没有同情,没有不耐烦 9.绿塞助佐尔,站在水流突安急的河堤上,闭上眼睛,认认真真的去感受灵爱的世界 9.童年的无忌与真心,总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到热泪盈眶 9.没有遮掩,没有躲闪,你最相信谁,一眼便知 9.一晃数年,俩人都上了高三 9.绿塞成了运动豪,受欢迎的学霸,话还是很少,却不冷漠,小时候的哮喘也早已痊愈 9.灵爱长成了扎着马尾变的元气少女,习惯了佐尔失聪的种种不变 9.唯一不变的,是她依旧是她只要吹三声哨子就会出现的英雄 9.那是上世纪的日本小镇,助听器还没有发明出来 9.绿帮灵爱设计了外带式助听器,方便她上课时候使用 9.明明总是会搞出这样大的动作,灵爱却从来没有遇到欺凌,平和地度过了校园时代 9.因为曾经那个不善交际的律,潜移默化地帮她处理好了一切 9.灵爱有些低落时,问自己听不见的佐尔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9.面冷的少年不动声色地说,因为很可爱 9.无意见听到有人喜欢灵爱,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不关我事的少年,会下意识回头 9.所有人都看好灵爱的初次约会,只有绿担心地一直守着电话 9.比谁都要了解灵爱,比谁都要在乎灵爱 9.可也比谁都迟钝 9.青梅竹马大概皆是如此,太亲密,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忽略对方示意性的事实 9.更何况还遇上比率更迟钝的灵爱 9.更何况还遇上比率更迟钝的灵爱 9.和一般的日剧不同 9.和一般的日剧不同 一半,蓝色是日本有名的传统陈间剧 9.所谓陈间剧,故名思义,就是每天早上8点播出,每集只有15分钟 9.从周一播到周六,不间断的连载半年 9.虽然每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这几点绝不会改变 1.女性为主角 2.表现女性主角的优秀品质 3.内容温暖,阳光明媚 9.所以每次看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暖哭 9.可下一秒又裂开嘴角傻笑不停 9.轻松治愈,蓝天白云的小青心,每天早上刷一集会觉得连自己都能像灵爱一样元气满满的笑起来 9.没有坏人,只有善良又温暖的普通人 9.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学校师生,工作伙伴,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来来往往 9.灵爱的父母,距离每个人都三观超正 9.从出生,到童年,到少年,到青年,甚至要到中年,老年 9.没有多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却吸引着人一级一级的看下去 9.编剧《北川月丽子》不愧是纯爱小母,对爱情戏码相来嫁亲就熟,细腻又动人 9.灵爱和绿宇说害羞的小粉红,都带着春夏清爽的气息 9.北川月丽子最经典的高分神剧,而饰演灵爱的永野雅玉,拥有着最至于最元气满满的笑颜 9.为什么这部剧叫左一半,蓝色呢?因为对灵爱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一半 9.但转念想想,不也就意味着灵爱的左边永远都是晴天吗? 9.没错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变故 9.可是放声大哭后,我们要比谁都坚强地活下去 最后,当然是要给世言长大后绿的左藤剑表白 沙塘着不可复制的少年感啊 ification